HELLO 大家好 Likulis 第六話在禮拜天播出完畢 這次再來看看有哪些新情報與細節吧 首先是經歷上一話 Likulis 在外出任務又遭到襲擊 DA決定以S模式採取警備體制 隆奈擔心千數的安危 主動提出與千數同居的要求 這邊可以看到在隆奈的左腿上多了繃帶 原因是因為上一話與刺客交戰所受到的槍傷 而猜拳的部分再次顯現千數優秀的洞察能力 據米卡表示千數能靠對方的衣服擺動與肌肉 來預測對方的動作 在對方出拳的時候 只要觀察對方的手掌的張開與否 就能判斷對方在該回合所出的拳 只要對方手掌有張開的趨勢出剪刀至少不會輸 狠狠的凹了龍奈一把 輸掉之後可以看到龍奈真的很在意 尝試從統計跟機率方式來分析 壓根沒有想到對手會偷偷作弊 同樣的劇情其實也是在致敬經典動畫獵人 在貪婪之島篇 小潔與奇亞打算參加猜拳大賽 來獲得特定的卡片 小潔也是用同樣的方法 在練習的時候總是能贏過奇亞 不過最後的逆轉方式稍微有點不同 奇亞是利用在最後出拳的途中換手出拳 來騙過小潔 龍奈則是干擾千數的節奏導致千數敗北 雖然龍奈贏了 不過這樣也就代表著兩人的同居生活 暫時將告一段落 這一段龍奈慶祝的樣子又是本回的救贖啦 不過觀眾的表情大概就跟千數一樣 同居生活沒了 觀眾福利也沒了 哭啊 作為一個駭客雖然整天宅在家 但是胡桃偶爾還是會做一些核心運動 這邊能夠看出動畫製作上的誠意 簡單的講電話過場還讓胡桃在後面抬腿賣萌 聽到了極機密資料不外洩 胡桃則表示 我自己就好看 好 在這一畫 Robotai有展示了DA的由來 這邊讓我們放大畫面來看 八子屋的圖樣是擁有三隻腳的烏鴉 關於八子屋的三隻腳代表什麼 其實眾說紛紜 在熊野本宮大社給出的說法是 八子屋的三隻腳分別代表天地人 也就是神、自然、羽人、三方 代表著同為從太陽誕生的三兄弟 八子屋是由鴨、雅、鴨 三個大屋為十隻領導者 三人合稱金翅 也被稱為李天皇 在動畫中構成金翅的三個大屋 旗下分別統領、軍銀草、Lilibel 彼岸花、Likolis和花葵 這三個勢力又分別由三個家族構成 負責彼岸花、Likolis的三家 裡面有一家叫做南 剛好和目前DA的司令叫做南木 應該不是巧合吧 這也是Likolis小隊的名稱語 對徽的由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簽署在解決闖進家中的流氓時 對隆愛說過以前Lilibel也會這樣闖他家 但是隆愛卻表示完全不知道Lilibel的存在 作為同樣為大屋的分支卻不知道彼此的存在 顯然三個組織都是獨立在執行任務 但是彼此卻缺乏交流 在現實中八子屋也是實際存在的組織 秘密侍奉於源自於日本的神道 陰陽道與宮中祭祀的組織 但由於德川家定時代開始 幕府與朝廷逐漸不再崇尚祭祀儀儀 八子屋的存在也就逐漸失去影響力 現在的八子屋已轉變為負責天皇與內定皇族的葬儀 以及皇室祭祀的工作人員 而現代為了維持八子屋的運作 會招收被稱為Stacito的天才 施以以神道為中心的特殊教育 這邊應該就是對應捏他雅蘭機關的招收方式 也能解釋籤述在第四話提到 Likolis宿舍的主廚是前宮廷內廳的總廚 在OP畫面龍奈身邊其實也有藏著八子屋的圖騰 本畫終於等到吉先生的秘書開口了 在片尾的角色名單也可以看到 角色名稱是基普 由大谷李美配音 有了人民也能夠回推之前第一話與第三話中 該角色到底有沒有在DA裡面出現 而答案是 NO 附帶一題第一話的部分 駭客CV被打馬 是為了要常駐胡桃的聲優 這邊要補充一下之前的推測 從Lobotide與秘書的對話來看 上一話吉先生所提到的利用那個男人 應該就是指針導了 打算利用針導去襲擊簽署 藉以再一次喚醒簽署的才能來達成使命 從第五話的預告 吉先生與Mika的對話來看 吉先生與Mika已經沒見面有好一段時間了 吉先生再一次發現簽署是因為第一話的互為任務 至於能再一次找到LicoLico氣茶店 是因為瑞西所創的LicoLico SNS帳號 也能對應第一話吉先生來到店裡 為什麼Mika會顯得有些驚訝 再補上之前的電波塔事件 整件事情應該就很清楚了 十年前的電波塔事件 當時年僅七歲的LicoLice錦目簽署 雖然獨自一人殲滅了大部分的恐怖分子 但卻因為電波塔最後遭到破壞而受了重傷 亞蘭機關應該是在該事件發現了簽署的殺人天賦 派吉先生來接觸簽署 給了他人工心臟來實現亞蘭機關的理念 但是沒有想到的是 簽署在這之後非常感謝當初救他性命的人 開始以不奪人性命的橡膠子彈來繼續完成LicoLice的使命 這也是吉先生所沒有想到的 所以才有第五話之後的一系列行動 而關於上集提到的人工心臟 有篇網友的看法相當有趣 在第五話最後 隆奈貼在簽署的胸口卻聽不見簽署的心跳 就可以對應出標題 LicoLice Recoli中的Recoli 可能指的是一種醫學用語 就比如說一種名為Long Elastic Recoli 肺彈性回縮力 即心血管系統在擴張後收縮回彈 也是產生脈搏和心跳的過程 比起翻譯成後座力 感覺這樣翻會更貼近故事一點 關於被襲擊的LicoLice 其實在第一話最開始就已經登場過了 在一邊介紹故事背景的同時 其實也是他們四人正在執行 排除恐怖份子的任務 本回真導用的武器是20DS犀牛式左輪手槍 該槍最大的特點是槍塘位置下移 普通左輪手槍槍塘位置位於彈艙轉輪的12點鐘 而這把槍是位於6點鐘 這樣的設計將後座力引導至手腕上的虎口部位而飛向上 可以顯著降低開火時槍口上跳提高射擊精準度 鐵拳三型火箭筒 是一款由德國迪納米特諾貝爾炸藥公司 在1978年6月至1985年研製和生產 名字的歷史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中 被納粹德國軍隊所採用 一次性預裝是反戰車武器 德語為Panzerfust PZF 統稱鐵拳 至於這一次戰鬥的部分 千數能毫髮無傷的躲過針倒的撞車 該說不愧是紅衣的首席嗎 還有針倒吃了火箭炮還能夠跟美式一樣的跑回ロボ太家 注意進門時他還在滴水 所以可以推測出他是直接從水裡游起來 走到ロボ太家的 兩個人在各種意義上都開了一次無敵 算是打平了 但是千數被奪槍就真的有點不合理 針倒在發現千數使用的是非致命橡膠彈頭之後 在兩人對峙的時候故意假裝眼睛看不見 這個時候可以看到千數其實在嘗試繞到針倒的背後來進行控制 不過在移動中動作從中軸線副鎖射擊法切回偉弗式射擊法 而且因為距離太近 直接被針倒一波操作給奪槍 明明第三話才秀給Sakura看 恩... 這應該算是劇情殺吧 之後就是一段單方面被痛歐的現場 要是在這邊被收掉我肯定是晚上會睡不著覺 好在咖啡廳的其他成員即時趕到 不過還是想吐槽Mika為什麼要一起來 老師的專長是狙擊 坐在車上也不帶槍 有點意義不明 還有就是那個針倒的紅毛小弟真的非常醒目 參戰率也非常高 在第一話槍戰 OP 第五話結尾 第六話一直都有登場 但是造型上還是有些許不同 不得不說自從千樹自爆人工心臟開始 就開始擔心他什麼時候會變當 看到他先被針倒開車撞 後來又被打著玩 心真的都快涼了 這邊應該能猜一下 估計針倒知道了千樹都用橡膠蛋頭之後 應該會故意利用這一點來取千樹的命 不然就是千樹不小心取了針倒性命之後壞掉 因為PV至今還有一段容奈失落的淋雨 回到店裡的片段還沒用上 所以大家還請記得貝妥未要 那麼這一次的分享就到這邊 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掰